要不要說一下 就是最近我們也收到很多demo 可能是iFM吧 就是收到很多demo 其實有一些就是他們會打電話來跟進 因為我們網站都有電話號碼 所以他們會打電話來跟進 你收到了嗎 那我覺得其實這個態度是OK的 就是你蠻尊重你自己的東西 然後你到底想知道我們有沒有收到 我們聽了如何 就是他需要一些comment這樣子 那我覺得其實都還好的 可是當如果唱片公司或者是一些版權公司 他沒有回你的時候 或者你打電話過去 然後他沒有再回你的時候 那你打第二輪第三輪是OK 可是如果超過第三輪第四輪 你還是這麼樣一天打一通這樣子 那可能就會造成困擾 因為基本上有時比如說比較圓滑來說 那些歌曲我們覺得完全是不能的話 基本上我們也不會說 你完全是不適合寫歌的 你就放棄 我們也不會這樣子 就是希望 就是以比較圓滑的方式講 我們聽了 如果我們真的是喜歡的話 我們會call你 沒錯 那你就要了解 我們是有收到 我們有聽的這樣子 那如果真的是聽了一首歌很喜歡的話 當然上面公司會自動聯絡你的 所以你是不用擔心這一塊 所以你不要死纏爛打就對了 對對對 這個以前就是有試過 就是一個禮拜七天那個人 每一天call一次這樣 每一天call過來 對每一天call一次 然後你已經不懂要怎麼回答他 所以你根本就已經跟他說 欸你就真的在 你就等等吧 如果是我們真的有需要的話 我們會call你 他還不死心 對因為 不是唱片公司每一個時候出的那個歌手 剛好就是你寫的那個曲風 當然可能這一次可能我出張燒涵 我要的是這樣子的曲風 可能你寫的是芭樂 那可能我下一張 欸我找的是芭樂歌手 那可能管用啊 所以有時不是說 你不好 唱片公司沒有聽 是他們是有聽的 可是他們覺得還沒有到 他們還沒有到他們要製作的那張唱片 用到的歌曲 對 我想請問一下就是 我現在就 就把我當成是一個要寄demo的人 那如果我現在 我的想法是 請問你們唱片公司 如果這一次不用我的歌的話 對 那下一次有沒有可能會被向中呢 會啊會啊 就是錄好的歌 我們就會把它放在一個Library 嗯 基本上如果我們要找歌的時候 我們就會從那個Library找 那Library的時候 我們也有記錄你的IC啊 你的電話之類的 嗯嗯嗯 對 所以基本上你不要擔心啦 只要你的作品是好的話呢 欸 遲早就會被發現到 對 然後有一個東西就是要提醒的 很多人都說 欸我一次過就是同一首歌 寄給那麼多唱片公司 好不好呢 欸 對對對 我希望能夠趕快投眾啊 那我投稿嘛 就多投幾家 OK的嗎 其實是OK的 嗯 因為在以前來說 就是如果我寄給你 然後我同時又寄給他 唱片公司會覺得 你好像沒有誠意耶 是 你不是要專寫給我的歌手的 你是要 你是要try for your luck 對 一石多鳥這樣 那其實我反而覺得 這個時代已經是過了 嗯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 大家都有權力把自己的那個 創作啊 然後去去 為自己爭取機會 是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一次過 寄給很多個唱片公司 那個是OK的 那當然誰先就是跟你說 欸 你這首歌我要了 我幫你block起來的話 那你就要 可能私底下再E-mail每一個 就這首歌 我已經被 某一家唱片公司要了 那我也謝謝你之前 有留意聽我們的歌這樣子 嗯 這個是一個禮貌 那我覺得也OK啊 我們是可以接受 反而我們會覺得 有人會管用到他的歌曲 那應該恭喜他 是 所以呢要有頭有尾啦 不要是投出去了以後呢 哇 拼命的跟進 跟進然後別人沒有人理會 哪一天你的這個歌曲 真的被上中了以後呢 你又沒有再跟進告訴別人 那每一家都要在搶你這首歌的時候呢 對自己也是一個困擾啦 嗯 有沒有遇到一些呢 真的 除了那個每一天播電話過來的 然後親自過來 然後給你 要你給他很多很多的評語啊 還是怎麼樣的一些人 嗯 E-mail方面就會有啦 親自過來的就沒有 就沒有啦 就E-mail以前我們就一直收到 欸他覺得 你這首你覺得我這首歌怎麼樣啊 那我當然是 呃 比如說比較現實的啊 昨天也有講到那個demo的quality 是 比如說你是send我卡帶 其實我都不聽的 嗯 因為卡帶太麻煩啦 然後我們時間也有限 然後如果你要 你也是要想看唱片公司的那個 他們工作的心態 如果一天裡面要他們聽30首歌 那他每天就要這樣子去打帶 就打了整天啊 啊 所以這個通常如果是卡帶 他們就可能撇開一邊 我們唱片公司聽的時候就 欸 所以一個boker我們 有時候還來不及聽到重要的部分 可能我們就已經關掉了 嗯 對我們會有這種狀況 因為一個禮拜我們要聽的歌很多 如果我書寫 比如說我在我的歌詞上面特別註明 你一定要聽到這邊哦 然後一定要聽過這一個 我很 我自自認為是表現最優秀的那一part 那你們會 你們會看嗎 是不會的 其實通常我們是 如果你有編的最完整的是最好 嗯 因為通常如果一天 如果聽一兩首ok啦 我可以聽下去 可是一天要我聽50首 然後50首都是這樣子一半一半的 嗯 然後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要求 當然 嗯 那如果唱片公司就是 他的唯一要求就是 你們把demo做好一點 嗯 那如果你也達不到唱片公司的要求 那你也不要怪我們 就是聽了一半就關掉了 對啊 提醒大家 因為這個我們聽demo的方式呢 就好像你去參加選秀比賽一樣 一天幾百個人過來應徵欸 然後這些評判呢 甚至 我們也知道這些毒蛇 毒蛇評判呢 他看到你偶然長相不好看 好就定你出場了 好 道理是一樣的好不好 所以呢 不要錯怪所有的這個唱片公司 或者是版權公司 對 不聽你的專輯 或聽過以後呢 覺得為什麼沒有給你任何的意見 對 因為機會只有一次啊 比如說你剛才說的比賽 我覺得是很好的一個例子 嗯 那比賽如果你當天 他只給你唱一次 對 你唱不好的話 你再唱一次 那如果一千個人 一千個都要重複唱一次 就兩千次了 就很難過了 太誇張了 對 所以有時是沒有辦法之下 我們才會這樣子的 嗯 所以呢 就是準備好你的這個CD 一定要是刻好一張完整的CD 裡頭的這個編曲啊 至少有鋼琴 啊 至少是你已經做好了一個 差不多完整的東西 然後把它再寄到版權公司 就OK了 那還有什麼特別注意事項要提醒大家呢 嗯 注意的話可能 我覺得就是 呃 我可能要講一下就是 本地圈子 呃 就是比較想要進娛樂圈 就是他們叫Demo來的時候 不一定是要當藝人或者音樂人 嗯 可能是他們想要試看 在這個音樂圈子混一下這樣子 看一下 欸有沒有機會上電台啊之類的 我覺得 呃其實是沒有錯 每個人都有一個 很想要做的一個東西 是 可是有些時候就是遇到一些 就比較恐怖的可以說 恐怖 如何的恐怖 就恐怖的就是他 呃他會擺明跟你說 我覺得很好啊 我這首歌沒有問題啊 那我跟他 我有時會給一些意見就是 欸我覺得Chorus的各部分可以改啊 就在Email方面跟他聊 嗯 他就可以說 我覺得很好啊 沒有問題啊 他一直說很好很好 那我就說 呃你比如說你要交Demo 你的照片 如果你要當藝人啊 你要拍得好一點啊 不要在家裡啊 後面有一隻狗這樣子 就這樣子拍啊 是 那他就說不會啊 我覺得很美啊 那個是我的道具 我就覺得 我不知道怎麼回答 自視過高啦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謙虛也是很重要 嗯 那我們這一行其實都不容易做 就每個人一開始的時候 可能都做很多免費的工作 對 就是有些朋友會覺得 欸反正我要成名嘛 然後呢 呃你現在要我做什麼 那好啦我就做啦 對就不收費 對不收費的 那我是一個心靜的子舉創作人 對 那我現在有機會 跟哪一個歌手合作的話 那不收錢也OK嗎 其實我覺得 呃你要看你自己的那個狀況 那不收錢我覺得呃 不是不好啊 嗯 因為有些可能覺得 欸你不要這樣笨啦 就是沒有收錢就幫人家做 可是你要了解這個競爭大的狀況之下 有時你必須是這樣子的 嗯 因為其實包括我以前 我也是做很多沒有收費的東西 欸 才來得有今天 是 所以當你不收費的時候 當然每個老闆都說 欸這個不用收費的 那什麼都給他做好了 對 就反而這個情形 就在短短的一年 你什麼都會了 OK 真的 所以不怕吃虧 是你第一個要訣 對就是 不是這樣你不要去收錢啦 就是這樣你 要謙虛然後不怕吃虧 真的 嗯哼 所以其實還是要吃飯啦 基本的收費 該收的還是要收一下 對就不要 不要虧本就好 嗯 沒錯啦 所以等一下呢 再歌曲回來啊 Serene呢 還是會給大家最後的一個 呃 忠告意見 好不好 如果有志想要到這個行業來發展的話呢 可以努力一下 好不好